那也是多少錢 還好啊 一般上班只兩個月而已而已 整把鈔票拿在手上 像扇子一樣喜滋滋炫耀 她是年僅19歲的張姓女子 生活過的多彩多姿 平常開趴還搭 敞篷車有街 不是拿鈔票專拍照 就是開雙B車輛 一個小女生說她是白手起家 保證獲利 歡迎大家一起轉 我家的十號屋頭 你不要五花 第一個月我要五千達成傳奇 藉由我拼得了百萬 現在我指令不值得趕快一點點 五十元起家變百萬 故事似乎很勵志 但這些錢全是她騙來的 去年臉書上寫到 加入帶你出國 買車一年就能入住地保 吸引一名理性保全主動聯絡 張姓女子公稱 投資250萬獲利300萬 年僅22歲的保全 拿父親房產跟地下錢裝借款 卻只拿到一半的錢 最終還不出來 房屋被過戶 而她因為自責 自意身亡 她一直不敢講說她房子被過戶 其實過戶也沒關係 就講嘛 對不對 至少要跟家人講 不是這樣子躲躲藏藏 對不對 你越畢業 事情會越大了 談到侄子忍不住情緒 家屬說張姓女子 完全沒有一句道歉 沒有 都沒有講 那個男的還很生氣 我怎麼知道 你值得的錢拿去哪裡 檢警調查後 將地下錢裝業者跟張姓女子 依照詐欺取財 重力等罪嫌起訴 被害家屬 希望透過司法 還孩子一個公道 這位劉士偉王玉竹 新北採訪報導